大家好,我是Rui 这两天看到在X平台上很多人都在转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是经济学家他叫卢林源 他说的一段话 这话怎么说呢 我大致给大家简单念一下 他说中国不一定是完全原话了 就大致的意思 中国粮食危机将于今年年底 最迟明年春天爆发 这场粮食危机将不会是一年的危机 而是三到五年的危机 粮食价格将涨到远远超过大家想象的水平 这么一段话 很多人在网络里面传这个消息 当然看到这个消息 很多人可能会很不以为然 就觉得你们这帮人上总是说 粮食危机总是说粮食 出了好多年了 这不也没有什么事吗 大家不是该吃吃该喝喝吗 这个情况 但是我总觉得 十几年走到今天 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大家真的要重视这个问题 而且粮食危机 我觉得在中国的一部分人群 到底有多少 我不清楚 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这个情况已经是非常严重了 那么今年年底会不会出现那种 大规模的这种爆发呢 就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事情 整体上就是说 这些天咱们看到一些情况 比如习近平这两天 习近平是忙得不亦乐活 开什么宗非的所谓论坛 这很多很多非洲的国家领导人都来了 大家看到了太多太多 习近平自己都忙过来了 这个七常委都得在那 接待各个国家的领袖 领导 对不对 那么这背后是啥呢 一个字钱 你得给人钱 你不给人钱 人家为什么来 我甚至怀疑 就这些一些国家领导人 他们来的时候 那个飞机 是不是中国派过去的 对吧 习近平就是好大喜功 就想制造 所谓的什么万国来朝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中国都穷到什么程度了 砸锅卖铁了 这不是我说的 也不是老百姓说的 这中国地方政府说的 砸锅卖铁的程度了 习近平还在这搞这些 这个就是说 好大喜功的这样的事情 这不知道得花多少 民脂民膏 你说这国家 它能不穷吗 穷到最后就是没饭吃 这是直接的 非常非常明确的 是不是 这两天大家也都看到了 就是中国 就是水 蔬菜的这个价格 黄瓜涨到了 这个一斤 五块六块 甚至七块八块 这样的一种水平 那价格 其他的粮食 什么大米白面 这个我不清楚 反正水果的价值 大家看到了 涨的是非常的可怕的 是不是 它就是在一步步 走向粮食危机的 状况之中 对吧 那么出现这种 大的粮食危机 出现大的这种 饥荒的可能性 我大致想了一下 有这么四种可能性 四种原因 第一个原因 就是整个国家 确确实实是没粮食了 真的是没粮食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整体这个国家 没有粮食了 那你就肯定要出现 这个饥荒 第二种可能性 就是什么的 粮食有 但是粮食分配 极其的不平衡 有些人 可能少数人 拿到的粮食比较多 还有一些人 很多人 可能拿到粮食就比较少 它就容易出现饥荒 而且少数拿到粮食的人 还不愿意去帮助 没有粮食的人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就是因为信息 或者是交通的这种 就是说闭塞 因为信息 大家不太了解 然后可能是 有些地方想把粮运过去 交通不行 这个也会导致 大的问题出现 这是第三点原因 第四点原因 就是什么 很多人真的是没有钱了 真的是越来越 生活越来越惊喜 一分钱都没有 还欠着很多钱 他没有钱去买粮食了 这就是我分析的四个原因 那么这个四个原因 在中国出现的这种可能性 第一个原因不好说 中国到底还有多少粮食 这一直是一个秘密 谁也不知道 反正中国政府总是说 我们又获得了粮食的丰收 总是丰收 不管怎么样 对吧 这个洪水来了 不管多少 反正中国政府总说丰收 就这几年 我记得从2020年开始 1234到今年 一直在发水 一直各种各样的天才人祸 很多人觉得粮食都已经很少 但是谁知道 中国政府总说 我们粮食如何如何 没有问题 包括可能还有些其他的原因 比如说中国的美金越来越少 可能想要从国外购买的粮食的能力 也会越来越低 包括 这两天有点咳嗽 大家别担心 没问题 越来越好了 就是稍微还有一点 然后包括有些粮食 比如这两天有消息 就是蔬菜 大规模送到俄罗斯去 然后蔬菜价格涨 反正是这块 我也不敢说一定怎么样 但总感觉好像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中国整体的粮食的储备问题 没有定论 第二点就是什么 小部分人掌握大量的粮食 然后另一大部分人掌握少的粮食 然后出问题的时候 掌握粮食的人不愿意帮助其他人 我觉得在中国是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真如果有一个什么风吹草动 整体的粮食 一定会掌握在中共的这些特权集团 这些人手里面 他们掌握了以后 他们肯定不会去帮助普通的老百姓 只能说是 实在是老百姓造反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多多少少帮一点 但整体上不会大规模去帮助 甚至他们会把这个作为一个 就是说 谋取暴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那么第三可能性 就是因为这个消息 或者交通的这种闭塞和困难 这个我觉得可能性很小 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手机 在偏远的地区 你有个手机 你会说我这缺粮食了 如何如何 运输的话 可能也问题不大 极个别的可能 西部地区可能不太好运 但大部分我想这个还都可以 这部分咱们就 第三个原因就可以取消掉 我最担心的最担心的就是第四个原因 第四个原因 就是各个方面 粮食可以 然后价格 可能有一定涨幅 但是很多人确确实实是没有钱了 这个我感觉是感触是非常深刻的 这些年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消息 就是很多人 这几年 对吧 以前甚至以前是中产的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被这个就是说解雇也好 或者开的店面倒闭也好 等等 破产也好等等 真的是一点钱都没有了 都是里头 还欠了很多钱 在这个时候 中国政府还想从这些人身上拿钱 对吧 又是什么罚款 又是什么非税收收入 又是对吧 就是说什么水电气暖 什么私大明表 反正是想方设法 把这些人的钱撤到自己都是 但这些人经过这些年 可能到了今天 真的是出在一个要吃不上饭的一个情况之上了 对吧 包括这两天有一个帖子 前两天我也提到这个事 很多人也在转这个帖子说 这帖子名字叫失业了半个月 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这样的一个帖子 说的这个很现实 对吧 失业了 然后没钱交房租 房子也租不了了 然后想找一个认识去求的帮助 人家也不帮他 对不对 然后信用卡也都基本收完了 然后呢 等等等等 各方面原因 对吧 真的就都里面钱 怎么吃饭呢 然后呢 就是露宿街头 现在中国社会露宿街头的人越来越多 天气又热 自己的这个意志不断的这个下降 对吧 身体吃不上饭 身体也没有力气 那就更赚不来钱 对吧 他进入到一种恶性的循环之中 这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这个中国社会啊 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 一大批人群 多多少少 都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随着时间不断的这个推移 冬天天气越来越冷 那这批人会面临一个什么情况 对吧 如果再加上现在你说 整个中共啊 一开始的这个无毛印钞啊 然后这个钱呢 也开始这个通货膨胀 对吧 中国人对于物价的这个 就是说承受能力是很低很低的 就是说 就是你这个价格哈 不要说涨几倍了 你就涨 就是食物价格涨个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五 这很多人都是承受不起的 太这个太难太难了 你知道吗 那今天冬天会是一个这个什么情况 如果说像我刚才谈到这个第一点啊 就是真的中国的粮食 因为这些年 这个天灾人祸啊 各个方面粮食大规模减产 没有那么多 再加上老百姓手里没有钱 然后呢 再加上中共呢 还想以此为机会 谋取暴力 那么这个事情真的是很难办 是不是 今年冬天 或者是明年春天 这个 我也不好说啊 但咱们就是一起来看 总之这个粮食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问题 再说一遍 中国都砸锅卖铁了 然后习近平还在这 对不对 请这么多非洲的人这个过来 对吧 花这么多的钱 你说这个国家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跟家里过日子是一模一样的 是不是 那钱都花出去了 最后不就是吃不上饭吗 对吧 就是这么一个非常非常 就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跟家庭过日子一模一样 所以说呢 咱们就一点点这个整体慢慢看哈 这集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